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视观察 视视观察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海 欢迎大家收听视视观察 节目播出的时间是3月4日 今集节目的题目是 中央一号文件针对小马拉大车为基层治理破局 中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 一般被称为中央一号文件 因为农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产业 所以中央一号文件有个传统 就是一般都会讲农业的问题 从2004年到今年 总共21年之间 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注农业 这个传统都没断过的 今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号文件 是在2月3日正式发布 继续关注农业 标题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 向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这份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总共有6个部分 分别是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反频 提升农业产业发展水平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我们不要以为农业与自己距离很远 与自己没关系 相信大家都听过三农这个概念 三农指的是农业业与农民 而这三者又是纯齿相依的关系 因为之后农村治理得好 农民的生计有保障 才可以可持续发展农业 确保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如果农村的人发现 耕田找不到食 全部都去城市里打工 自然农田就会荒废 农作物的收成也没有保障 所以三农问题的重点之一 就是乡村治理 亦是中国基层治理的禁忌 今集节目就希望和听众朋友分享 中央这份一号文件里面 是怎样理解中国现在乡村面临的治理问题 和解决方法 是这份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章节 有一句不是很起眼的句子 但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就是第21段的最后那句话 我和大家读一读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加强乡镇对原籍部门派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 加大编制资源向乡镇倾斜力道 愿以上机关一般不得从乡镇借掉工作人员 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等做法 严格实行上级部门涉基层事务准入制度 建存基层职责清单和事务清单 推动解决小马拉大车等基层治理问题 我们就将这句句子 拆散地仔细分析一下 首先这句长句的重点是 小马拉大车这个基层治理问题 因为就是政治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才有整句句子里面的不同措施 什么是小马拉大车呢? 小马拉大车首先是一个通俗的比喻 指的是任务很艰巨 但负责任务的人事实上能力不足够 小马拉大车这个情况 在中国的基层都是广泛出现 不单只是农村、城市的基层 也往往是任务很繁重 很多KPI层层压下去 但手上又无人、无物 无资源、无权力 所以做得很辛苦 过去也有不少的分析和评论 用小马拉大车来形容基层面对的困难 而今次中央的一号文件 采纳了小马拉大车这个通俗的比喻 可谓是一针见血 亦对基层问题作出了一个定性 既然小马拉不动大车 其中一个逻辑上的解决方法 自然是用大马拉大车 因此上级部门更多应该要亲力亲位 不可以事事都推给基层去做 所以这段画面提到 严格落实上级部门涉基层事务准入制度 建存基层职责清单和事务清单 很明显,以前基层应该要做些什么 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限制的 方向是上级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要做什么 今天说要做东,明天说要做西 令到他们苦不堪言 说第一步,首先要列出一个 基层的职责清单和事务清单 在清单上的事务才是基层的半职工作 而在清单上没有的 上级部门就不可以随便摊牌 真是想摊牌给下面基层去做 必须要透过一个有规范的 基层事务准入制度来处理 即是要走回一个正式程序 这句说外面还提到要推广 《街乡吹哨部门报道》 究竟这种是什么措施呢? 这个《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模式应该是 北京社区对于基层治理模式的一种探索 具体的操作方法就是 比如有一个社区有了一个难题 基层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基层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报给上级部门 这个上报就叫做吹哨 上级部门收到通知之后 就要去社区协助解决问题 这个叫做部门报道 这个做法听下去没什么特别 因为是理所当然 一早就应该实行 但今时今日 在问题化解在基层 小事不出穿 大事不出阵 这些指导思想之下 上级部门往往只是命令下级部门必需要解决问题 不要令这个问题向上发酵扩大 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 就不会提出实质的帮助和建议 所以中央一号文记里看到 《街乡吹哨,部门报道》 如果用通俗一点的说法 就是《街乡求助,部门回应》 本来是理所当然的 但我们更加要落到实处 我们刚刚分享的那句话里 还有 《愿以上机关一般不得从向阵借调工作人员》 这个表述 这个表述告诉我们 对于借调这个行为普遍存在 中央事实上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上级从下级 借调人员已经是一种习以为上的做法 但我们也很应该问一问 为什么会存在借调这种做法呢 借调的又是什么人呢 借调了些人去到上级又是要做什么工作的呢 而从基层借调了那么多人帮忙之后 上级部门本来的人的工作量又有什么变化呢 而最后 基层的人被上级借调走了之后 又有什么人留在基层做事 基层有够不够人手做事呢 书1号文件里面一句说话 愿以上机关一般不得从乡镇借调工作人员 从此之后就会根本性地改变 愿和乡镇之间人事的一种流动关系 小马拉大车本来已经是很辛苦的了 我们当然是不能进一步从这只小马身上抽血的 我们不单止不能从小马身上抽血 随便地将基层的人员向上借调 更加要培养小马将它养成一只大马 因此中央的1号文件里面看到 加大编制资源向乡镇倾斜力道 意思就是增加乡镇的公务员名额 增加铁饭碗的数量 乡镇获得更加多的公务员名额 才可以吸引到更多有学识有才能的年轻人 加入乡镇公务员的队伍 令它可以发展扩大 从小马慢慢长大成为大马 才可以担起拉大车的重任 最后要解决小马拉大车更加要理讯乡镇和园之间的关系 书文件里面有提到加强乡镇对园籍部门派处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 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乡镇是可以管理园籍部门的派处机构和人员呢? 过去这部分确实比较模糊 乡镇园上的一些部门派处乡镇的机构 事实上是同级的关系 所谓条条快快 各自有平衡的分工 乡镇的政府是不能直接管理到 远级政府一些职能部门是派处乡镇的派处机构 但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乡镇有很多人 但互相又无协调 自然做事是似配共伴 因此加强乡镇对院籍部门派处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 事实上亦是充实乡镇的管理权限 令他们的权力及责任更加匹配 用这个比喻来说 亦希望他们可以成为更大的马 从而拉起更大的车 小马拉大车是中国基层治理问题的一个缩影 亦是中国基层很多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根本原因 因为既然他们实际上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解决一些大的问题 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 自然就要用一些形式主义 例如填一下表、打一下卡的方法 来表示自己已经做了事 但这种无处不在和越来越严重的形式主义 问题的根源 不是个别的公务员做事的态度问题 而是小马拉大车 权力及责任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 很高兴在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已经是清晰地理解到基层的困难所在 我们很期待中央可以对症下药 确切地提升乡村的治理水平 而这个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经验 对于城市基层 即是街道和社区的治理 也会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今集的节目分享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收听 我是国海 我们下星期再见 calor星期再见 谢观看 感谢观看